这一次录制 然后因为刚才我也跟杨迪说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 它有这样 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刚刚出道的时候 当时我们也一起 也录了一个节目 你当然过来飞行吧 有10年的时候 你们的那个节目 对 10年 对 然后就是又感觉回到了曾经一样 对 虽然我现在依旧是个少年 然后我想说的是 就不管是弟弟还有我们 其实我们大家都一定会为了 梦想去追求 而且会为了梦想而不老 哇 说得真好 对 来 阿姨说 我还蛮开心的 看到他们就很有朝气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挺年轻的 没有那么前辈了 我跟他们一样 然后我希望我们会 变得越来越好 大家都为了自己的梦想 去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人生就像这个版图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不管未来遇到再多困难 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 觉得人生里面就没有 白走的路吧 就不管是成功的一次经历 还是失败的一次经历 都是在你人生道路上的一次 很大的收获 好